新政法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110年高考三級行政法的解題講座 因為馬上就是要再接下去考普考 跟後面很多考試 所以我們解題講座就不會講太多 也不會講太久也不會講太多廢話 這個解題的部分 我們今天只討論深論題的部分 可以先看到第一題 高考分數是一半深論一半選擇 另外有25題的選擇題 25題的選擇題 有稍微看過題目我覺得難易度還可以 之後有機會的話再來跟大家討論選擇題的部分 深論題第一題主要考的就是法律保留的問題 第二題要考到大學自治相關的問題 第二題的題目內容不一定就是 就是可能作答內容不一定相關 但是這個就是題目的事實背景 我們在上一次就是在講座的時候 剛剛有提到這件事就是在那個時事精選部分 所以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份講義 好我們現在看第一題 他說假釋為加強管理違章建築 所以制定假釋違章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請幫我把自治條例劃起來 其中規範有違章建築拆除費用負擔之收費基準 另外一定有違反該自治條例的法則 請問他第一題要問的是 以的違章建築被拆掉之後 不符假釋主管機關收取的拆除費用過高 這意思就是說是以蓋了一個違章建築 但是不是以自己他可能有命以拆 但是因為以沒有自己去拆 所以他就假釋就幫你拆了 但是拆了之後要你去付這個拆除的費用這樣 當然如果你自己拆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他不符假釋主管機關收取的拆除費用過高 所以提起行政證送好主張說 假釋違章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因為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 但他並不是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 就是不是最狹義的那種法律 好有違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 其主張有無理由 好所以他其實要討論的就是 到底地方自治法規可不可以就是規範一些 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的事項的這種規定 好那這樣子規定的話 有沒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層次應該是這樣 可不可以就是地方自治法規規範它的規定管 就是限制有關於人民的權利義務 它其實應該是 並不當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你還是要去實質看它的內容 好就是結論上來說應該是這樣 好但是當然就地方自治法規 可不可以限制人民權利義務這件事情啊 就是有一些就是學說見解 其實也是有肯定說跟否定說 那我們先往下看 好所以應該說這一題在答題上面 因為它是問你主張 它會直接問你主張有無理由 那就是我個人前見就是在參考解答部分 我就是決定寫以主張無理由 好那既然我決定寫以主張無理由 我就會開始就是說明為什麼以主張無理由 那脈絡大概就是先討論說地方自治法規 到底可不可以去限制人民的權利義務 然後再來討論就是有沒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問題 好那從幾個面向來討論地方自治法規 所以可不可以去限制人民的權利義務 那首先學說其實本來就是有肯定說跟否定說 那否定說的見解會覺得說就是因為憲法 跟基於層級化保留原則啊 對就是只要有關人民的自由跟權利 就是你需要有法律才可以限制之 或者是你可以有就是法律授權的法規命令再補充 好那就是這個狀況之下就是基於法律保留的要求 就是國家重要的事項只要是跟人民基本權利有限制有關的 都應該用立法機關的法律來定制 不應該用自治法規去取代法律 好這除非啦 除非否定說會覺得說除非你有國家法律的特別授權 不然的話呢就是不可以就是地方不可以定自治規章去 自治的規範去限制人民的權利義務 好所以簡單寫就是否定說認為就是在法治主義及依法行政的原則之下 如果你要去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 你還是應該用中央的法律為之 那你當然如果有時間可以多寫一點喔 除非就是法律有授權讓地方自治 就讓地方去制定那這樣就可以好 但如果沒時間也可以不用寫這麼多 因為畢竟配分15分你要你要講的事情很多 好那肯定說就是因為地方自治是憲法制度性保障的事項好 那地方自治團體呢應該是可以對自治事項自為立法並執行 當然是由他的立法機關去立法嘛 好那包含規範人民的權利義務的事項 還有同時也會涉及到那你這樣你訂了一個規定 那如果他們不符規定的話呢要怎麼樣去處罰 這個是當然是你訂了這個你要求有你有這個規範 那你就要接著訂定說那不符你這個規範的人 你會去怎麼處罰他 好這個是肯定所有見解好 那學說就是當然各種討論都有 所以就是如果寫學說部分就是肯否都可以並程沒有關係 那但如果你來不及寫學說其實你也可以直接從現行法制開始討論就好 就這個學說第一點這個學說可寫可不寫 因為配分跟你算時間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就是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那個部分是就是可以省略沒有關係 當然寫出來可能分數會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真的來不及還是求把整個題目寫完 好那第二從我們再來從現行法制的角度去看的話 既然在講地方自制你就一定會討論到地方制度法 好但是呢這個題目它並沒有附任何的法條給你 所以也就是他認定了地方制度法的某一些條文 應該是你內建在就是心裡面要知道就像行政程序法第92條他不會給你一樣 好那在這裡我們會用到的地方制度法 有地方制度法的第26條第二項跟地方制度法第28條的第二款 好我們先來看這些規定 好在講這個這邊其實他可以回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說地方自治就是地方自治團體他不能夠制定可以限制他自己那個地方自治團體的人民的權利義務的法律的話 那這個憲法說的這個地方有就是地方跟中央的權利啊 有什麼他地方有什麼什麼權利那就是很難去很難想難以想像嘛 你有這些權利可是你又不能制定限制你就是這個區域人民的法律 那這真的是很難執行的一件事情好 所以其實應該是可以的沒有問題好 好來地方制度法第28條第二款明定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以自治條例定之好 所以你今天不管你是要剝奪或限制就是創設創設就指你給他一個權利嘛 好那全部都要用自治條例來規定 好OK這是28條的規定 那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二項也說啦 直轄式的法規或是限制的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的行政業務者是可以規定處理罰還 他直接告訴你你可以處罰什麼 罰還可以其他種類的行政法可以好 那既然他會說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表示你可以去制定一個地方自治事項 不然那哪來的違反地方自治事項對吧 好你可以處理罰還或其他行政法 然後下一項就馬上告訴你說罰還的上限是多少 一般的行政法它就是上限通常是根據那個就是個別的行政規範 行政法規範它的法還的上限去做操作 好但是地方制度法直接跟你說如果你是地方 你要用地方自治條例去規定這件事情的話 去處罰這個違反了你你訂定的這些地方自治事項的規章規則 條例講說條例裡面有一些規定 譬如說剛剛這個什麼違章建築管理條例等等 如果你是要去處罰這些違反你訂的這個自治條例的人 你最弱就是如果是錢的話 罰還你最多就是10萬元 然後呢規定連續處罰可以 那其他行政法呢 種類限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 或其他一定期限內好 那發現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 它都是一個一定期限內的限制或是禁止的不利處分 你不能夠就是規定一個永久的你可以吊扣 但是你不能吊銷 就是這個意思 好你可以請他停止營業 但是你不能永久的叫他不准 不准工不能開三庭之類的 好這些都是暫時性的 那就是關於永久性的這個還是交由中央的各個行政法規去做規定 好那既然這樣寫就表示說 至少在地方制度法 好你有一個法規是讓你可以去訂定這些法則 對吧 好那再來行政法法也寫 第四條也明文規定說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處罰 以行為實至法律 法律就是狹義的那個法律 好或自治條例由明文規定者違憲 所以在行政法法第四條他是把法律跟自治條例放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他認為你要處罰違反行政法上的義務一定是在行為的時候 你違反了一個地方自治條例這些的要求 或是你違反了一個法律的要求 好這樣子才可以 那也就表示說他同意自治條例是可以拿來當限制人民權利義務的就是法律吧 所以自治條例應該也是可以對人民處理行政法的依據沒有問題 法律層面是這樣就是理論上就是你要去討論說學理上是到底可否 有沒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是一回事 但至少你在我國現行法規你可以找到兩個法律 就是地方制度法跟行政法法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依照他們的寫法應該都可以看得出來說這是OK的 好那除了現行法律之外呢 還有要講到兩個就是有關這一題蠻重要的式字 我覺得式字就是你有寫出來就是一定分數一定會比較好看 第一個是式字738號然後一個是式字806號 在解題的時候不需要把整個式字背景都寫上去 但是如果你理解這個背景 你就是比較知道這個式字在操作些什麼就不用硬背 那738號呢 他是在講那個電子遊樂場的跟就是什麼學區啊 就是一些地方的距離要限制多寬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後面有補充的解釋我們在講 我們先講解題的部分 好那式字第378號他有說到 地方自治團體如果就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規範的授權 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你要用自治條例去限制人民的基本權 跟憲法第23條規定的法律保留原則是沒有抵觸的 好就是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那至於這個合理的範圍就是對就是一個 你要去討論的問題就是不確定法律概念 合理的範圍是什麼 好那如果你不合理那就 如果你設定的是一個不合理的事情 那就有抵觸23條之餘 可是在合理範圍內你是可以這麼做的 好接下來是這806 這方面蠻新的 後面等一下有幫大家有幫大家補充 4-806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4-806也提到地方自治事項 如果你是涉及對居民的自由權利的限制 當然跟你要限制人民的自由跟權利 一定是要依法行政沒有錯 一定也是要遵從法治國原則沒有錯 好那當然也會有法律保留的適用 可是我制定一個地方自治條例 並不當然就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這個地方自治條例 他當然需要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 然後由各該行政機關公佈之自治條例 或是自治條例明確授權的地方行政規定 的自治規則定制 所以意思就是說如果今天你定了一個 隨便定了一個自治規則 地方行政機關自己定一個自治規則 然後他去限制這個地區的人民的自由權利 但是他沒有經過這個地方的立法機關的授權 或是不是這個 這個不是立法機關立的 或是立法機關沒有授權他這麼做 那他自己去定一個規則 那當然有法律保留原則的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就是這個立法機關 他在合理的範圍之內去定了一個 就是限制這個地區居民的自由權利的條例的話 那這樣子是不會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 可以嗎 好 所以 眾上所述就是違章建築管理啊 是地方的自治事項沒有錯 那假釋當然是可以去制定一個 經由地方機關 這也強調是地方地法機關 真的有通過的自治條例加以規範 不會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好 所以你的主張是沒有理由的 所以老師15分寫這麼多嗎 大家自己斟酌好不好 好 那第二題來看一下第二題問什麼 第二題問說 假釋為將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相關案件提起行政征送的時候 好 假設就開始進入行政征送 然後陳審法官認為法則 有違反比例原則的問題 好這是陳審法官自己覺得 他覺得可能法則太高了 或者是 沒有考慮到個別情形 他寫一律怎麼樣怎麼樣 他覺得這可能有違反比例原則的問題 好 那這時候陳審法官還應該要在個案審理當中 援引作為審判的依據嗎 其實我覺得這誘導性很強 就算你一時不知道怎麼下筆 你應該也會覺得答案是不應該吧 對 好我們來看第二題 結論當然是陳審法官是可以拒絕 用這個矽貞的自治條例 就是這個違章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首先大家 如果有印象的話 就是 憲法第80條是不是跟大家說 法官應該要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好 那這個法律呢 是指的是那個由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的這種法律 就是狹義的法律 不是不是廣義的所有的法規範 是狹義非常非常狹義的 就只有這一種法律而已 所以 法官 他的義務只有 應該說他需要遵守的 唯一一定要遵守的義務 應該就只有法律而已 或者是相當於法律的東西 好 所以這是就是只有這個東西 只有法律他是要去遵守的 好 那時候一定會丟出很多行政規則 行政命令等等 尤其是就是被告方或是原告方 當他們是機關的時候 行政機關 他們一定會拿出很多他們訂的什麼 各種管理辦法 然後或者是行政規則 行政命令 等等這種東西 去作為他們主張的佐證 或是作為他們抗辯的佐證 說就是我們是依照 就是這個行政命 這一道這個行政命令去這樣子做的 我們是依照這個法規做這個決定的 所以 當然確實 其實這個會是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 很重要的參考 沒有錯 好 他也可以援引沒有問題 如果他覺得 就是適合合適在這個他的個案當中 作為認識用法 如果作為他就是用法的這樣子 的依據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好 所以他確實顧得援引案件所涉及的地方自治法規 好 可是這不代表當然受其拘束 好 只要不是法律 就是這種狹義的法律 基本上法官都可以 本的自己的確信 去決定他 應該說本的自己的確信 如果他認為說 適用這樣子的行政法規 或是適用這樣子的地方自治規範 會有違憲之餘的話 那 等於他的職責 他其實應該是要 拒絕適用這個違反憲法的地方自治法規 所以否則他可能就會做出一個違憲的判決 好 所以看 我剛剛看到哪 好 違並不當然受其拘束 OK 若基於合理之確信 可以認定 當然是合理的確信 不是自己隨便採一採 好 可以認定該自治法規有違憲之餘的時候 可以拒絕適用 違反憲法的地方自治法規 好 那這個合理的確信 我覺得這個地方自治法規有違憲之餘的話 通常在他的判決書當中 他會有一個部分 有一個開標 直接把法官得行政的理由 寫出來跟你說 就是他覺得為什麼有違憲之餘 譬如說這一題他是覺得違反比例原則 那他就會去解釋說 就是為什麼他覺得這個收費機組違反比例原則 可能是罰太貴了 或者是就是沒有個案處理的 沒有就是個案的 不同的適用的空間等等 好 他一定會解釋 他不會指 就是直接不用 然後不跟你說為什麼 因為 如果是 案件所設的地方自治法規 就是或者是其他的行政規範 他不要用的話 他通常他通常就會去解釋說 為什麼他覺得 這樣子違憲之餘 好 所以在本題當中 稱聲法官如果認為 假釋違章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有違反比例原則違憲之餘的話 他是可以在個案當中拒絕原因的 行政命令也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就是不是法律 他是行政命令的話 什麼管理辦法 要點等等這種東西 他可用 但他也 他不當然受其拘束 就是他可以選擇不要用 但是如果他有合理確信決定 這個東西是有問題的話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大題 他說 試論述下列案裡的某柄與某釘得否 以及如何提起行政贈送 好 第一題 第一小題是說 A國立大學位於風光明媚的河岸邊 校園環境優良 然後附近居民喜愛帶飼養全知前往散步 為維護校園安全遂訂立 A國立大學全知管理規則 規定除導盲權與工作權外 民眾所攜帶的全知 因依規定寄狗鏈或做好防護措施 否則不得進入校園 以進入校園者得以驅離 並禁止一定期間內不得入校 這是他們自己的一個全知管理規則 好 居民某柄柄 某日帶著自己的自家全知前往 因全知便利需求 他就把狗鏈給解開了 校警發現之後 就通報大學管理單位 然後呢 A大學就用C函通知柄 說因為你違反的這個規則 所以聞到三個月內 我禁止你 這三個月你都不可以帶你的狗 到學校裡面來 丙不服C函就想要提起救濟 好我們先來看這一題 丙要怎麼救濟 丙要怎麼救濟 就是關乎於這個 A國立大學定有這個全知管理規則的性質 那這個全知管理規則 他基本上他要規範的是校外的民眾 然後呢他想要針對 他就是目的在於什麼 針對這個學校開放性的校園的利用 要怎麼去利用 怎麼去維護去做一個規範 好 所以應該基本上是一個營造物的利用規則 就像你規範博物館的使用方法 規範圖書館的使用方法一樣 好 那這個所以呢 這個全知管理規則的法律性質 並不是我們一般想像的這種 為了實現大學教育目的 研究的目的 所謂的大學自治規則 這不是為了一個大學教學研究的目的 他只是單純的把這間學校的 某一些開放空間當成是一個營造物 然後去規定他要怎麼利用 一般人要怎麼利用 他並不是針對校內的學生或是教職員等等 他就是規定一般的人 要怎麼來利用這個學校開放空間 雖然是一個基於一個營造物利用規則去制 他有一個營造物利用規則制定權 因為他就是管理這個空間的人 好這間大學就是管理這些開放空間的人 所以他有這樣子的地位 去制定一個營造物的利用規則 好那目的是在於去取締或是排除違反 他定的這個利用規則的使用人 就是博物館、圖書館都是一樣的道理 好那A公立大學對於違反利用規則的使用人 他既然通知他三個月內禁止進入校園 這個通知基本上就是公立大學 A公立大學單方決定的 然後對外直接發生效果 對誰發生效果 對那個某柄柄柄柄就三個月不能帶狗進來 然後直接發生效果 不利的效果 規範的效果 規制性的效果 有一個規制內容 就是他不能三個月內不能再帶狗進來 然後所以他是算整個來說 那就是公法上具體事件的單方決定 對吧或是一種公權力措施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並不服這個處分 他應該要提的就是撤銷的訴願 或者是撤銷訴訟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公權力措施 就是行政處分那個92條講的 所以他可以提的是撤銷訴願跟撤銷訴訟 請求A公立大學撤銷這一個三個月內 也不可以帶狗進效能的這個決定 第一題就這樣 第一題不要寫篇 就是他不是不要看到學校就很開心 就開始大學自治把它寫下去 沒有就是這跟大學自治比較沒有關係 跟大學自治比較有關係 是第二小題 那第二小題這個事實背景就 剛剛有講就是我們上次那個考前講座 有講到某一個大學啊 他不是有一些學生就在那間學校念書 然後他們也是因為那個學校自己訂了一個車輛管理辦法 然後他們被開了很多張罰單 就是他們可能亂停車啊 或是什麼在校園內超速之類 然後他們都不繳 然後因為他們沒有繳清這些罰款 所以按照他們的學則他是拿不到 按照他們的畢業證書 就是他們的一些規則 他明明就學分都學完了 但他沒有辦完畢業手續 所以他拿不到畢業證書 那為什麼沒有辦完畢業手續呢 因為畢業手續的其中一項是你把欠圖書館的錢 還有就是欠學校的這些就是罰單 那什麼全部都繳清 然後你才可以完成這個手續 然後他們就是覺得說 就是我有沒有繳這些錢 跟我可不可以拿到大學學位應該是兩回事 所以他們就堅持不繳 那堅持不繳他們就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然後他們就去找教育補術院了對不對 好但最後那個結論 結果是學校給了畢業證書 但是他們不是單獨針對罰單去 就是那個事實背景 他們不是單獨針對罰單去提 就是行程救急 他們是對於關於就是 不能夠讓他們畢業證這件事情去提 可是我覺得事實背景滿像的 應該就是因為時事就是最近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內建 但這題比較單純 這題他不是問你就是畢業的問題 他單純就是問說就是不服通之淡的話 我們來看這題 好逼國立大學校立廣大 然後為了維護學校通行秩序與安全 好這句話滿重要的 就是在暗示你 他是一個自治範圍 好所以定定逼國立大學車輛管理辦法 規定車輛通行 停放違規處理等管理規則 某定為該校大學部的學生 然後再把這句話圈起來 丁是這間學校的學生 好在這個大學自治的框架下面 多次違反停車規定 經學校開立車輛違規事件的通知單 並依規定繳納違規處理費 好然後某定不服通知單 予提起救濟 他只問這個通知單 他沒有問就是如果病 因此而不能畢業什麼 這題比較單純一點 好 那要怎麼救濟呢 當然就是你可以 結論就是你可以先向學校申訴 申訴完之後呢 你可以再提起撤銷書院跟撤銷訴訟 好 那這一題你就是要講到一些大學 當然是要講到一些關於大學自治的內涵 好 我直接開標寫 依大法官解釋第784號意志 因為其他就是講了說 依照憲法的規定保障訴訟權 所以各級學校的學生都可以對於一些學校給予你的管理或是公權力措施 讓你覺得你遭受侵害的時候去提起救濟 這是關於大學 應該說關於學生救濟的最新的一個式字 所以我覺得直接寫出來可能有助於老師知道說你知道這個死字這樣好 那我們接下來一點一點看吧 首先第一個可以先討論的是大學自治的內涵 所以我就先寫了 解題就是可以先把大前提寫一些 然後再就是把你想要你的事實含設計你剛剛寫的那些可能是法條或者是一些大法官四字的大前提裡面 第一個就是大學教學研究及學生的自由都是受到憲法保障的 在法律規範的範圍之內應該是享有自治權 這個是四字六八字號講的事情 所以依照前開解釋的意志 大學為了要維護大學的教學及秩序等是可以制定自治法規 你要先討論說這個東西是一個自治法規 我先說可以制定自治法規 然後我們再去討論B國立大學車輛管理辦法是不是自治法規 是啊因為他就是依照就是他為了就是依照大學教學研究學習範圍內所訂定的大學自治規章 就是為了他的管理這間學校的安全秩序等等 不影響大家的學習 在他的大學教學目的之內所做的事情 又大學對違反校內停車的學生依照這個管理辦法對學生於一定的處分通知繳納違規費用 是涉及對學生財產權的限制 那當然就是一種讓學生遭受到財產權限制的公權力措施 對吧所以這個通知屬於學校對學生所謂的公權力措施 那學校對學生所謂的公權力措施就算沒有侵害學生受教育的權利 亦有侵害前接其他權力的可能 這個是4-7-8-4-0講的 所以他今天侵害了什麼財產權 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的意志 各級學校的學生如果覺得自己的權利 因為學校的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遭受侵害的時候 即便不是退學或類似處分 為什麼這邊要強調不是退學或類似處分 因為4-382曾經跟你說過 如果你要提出救濟的話 只能是退學或是類似這麼嚴重的處分才可以嗎 那到4-6-8-4他是放寬層 如果你是大學生的話 你就不需要你想要提救濟 不需要是退學或是這麼嚴重的處分 可是那個只限制現在大學生有放寬 一般大學以下的什麼中學生是沒有的 小學生是沒有的 好 到了7-8次就跟你說 沒有不需要區分大學中學小學 你也不用區分這個就是 處分到底是不是像退學一樣這麼嚴重 我只要覺得 我有遭受到侵害的時候 我就按照相關措施的性質 去提起一個相應的行政徵送程序就好了 沒有必要特別去限制 沒有必要因為他是學生 就去限制他的救濟權 那當然後面還會有一段跟你講說 限制是不是很嚴重 就是要再去判斷 就是這個限制到底是輕微還是不輕微 是要再判斷沒有錯 但是至少你不要去關了救濟的門 所以我們把大前提小前提提講完了 好所以重上所述就是 丁學生如果不覆蓋通知單的處分的話 當然是可以向學校先進行申訴之後 如果未果的話沒有結果的話 可以提起撤銷訴願跟撤銷訴訟一次救濟 所以最後第一題跟第二小題其實都是走撤銷訴願跟撤銷訴訟 但是他們的性質不太一樣 好純解題的部分就到這裡 算是每一題都有滿明顯他想要考的東西 然後也可以連接一些試字 然後呢有一點點的小陷阱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不算難寫 但就是要比較小心一點 好那我們第四頁後面呢 是這兩題的題目有關的試字的補充 很快帶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試字806 806的事實背景是台北市政府去訂了一個 街頭藝人的許可辦法 再結束你的第二行有許可辦法這四個字 幫我畫起來 許可辦法不是自製條例 他們這個東西跟剛剛那一題的題目差別差在 自製條例是有經過地方的立法制度 機關通過的 可是許可辦法是台北市政府自己訂的 好OK 然後接下來他就規定了一些 就是你要去從事 街頭藝人要從事藝文活動 需要做的什麼你要什麼 去申請核發許可證啊 然後你還要去審查 就是他可以審查你的表演是什麼東西 然後再給你許可證之類等等 好OK 他說合併觀察上開三規定所形成之審查許可制度 他對人民職業自由跟藝術表現自由是限制的 既然你有你對人民的自由權利產生限制 就是剛剛前面講你就應該要遵照 限制人民的時候你需要遵照的原則 應該是要法律保留對吧 好那這個法律保留當然不限制 如果是一個可以是地方自治可以規範的事項 當然是可以用自治條例去規定的 可惜你這個是一個許可辦法 你沒有經重點是未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 你也沒有獲得自治條例的授權 讓你去定這個許可辦法 所以因此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他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地方自治規章 或是地方自治規則 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他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原因 是因為你沒有真的讓地方立法機關 通過或者是自治條例有授權你 所以你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好我們來看一下理由說的結錄 他這邊就在告訴你說地方自治事項 當然是可以由地方去立法通過的 但是依照法治國的原理 你要一樣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我們看出體現的字就好 次按我國縣市直下是等地方層級實施地方自治 地方議會行使地方立法權 議會議員由地方居民選舉之遂 地方首長行使地方行政權由地方居民選舉 就是一樣立法跟行政立法跟行政 地方自治事項只要涉及對居民自由權利的限制 根據法治國原則相同的法理 你一樣是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所以就是應該要經過地方立法機關通過 然後這些行政機關去公布自治條例 或者是自治條例裡面有明文的授權 一些技術性細節性的規範 可以交由自治規則定制 一樣你把那個4-443的層級化保留原則 搬到地方自治條例裡面也是一樣的道理 什麼東西是可以讓地方自治條例 再去授權給地方行政機關定定自治規則的 一樣是技術性跟細節性的東西 如果不是這樣子技術性細節性的事項的話 你應該還是要定自治條例 而不是定自治規則 所以他說 再看第五頁的最後的出題字的地方 依前接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 須細徵規定一二及三 其性質上確屬地方行政機關發佈之自治規則 幫我把自治規則全起來 他已經告訴你很抱歉 但我覺得你不OK的原因 並不是說你是一個地方上的法規 所以不行 不行的原因是因為你是一個地方 沒有經過地方立法機關通過的東西 所以跟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是有違的 那你從這個四字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地方自治團體去定 地方自治條例是OK的沒有問題 只是你要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才可以 如果你是自己定的 那你可能就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問題 接下來看四字七三八 四字七三八的背景是在講 那個電子遊樂就是中央規定的電子遊戲場業要離 就是這些什麼學校啊醫院多遠 然後那時候的台北縣政府又規定一個更遠的地方 沒有記錯的話 那中央政府的規定好像是50還是100 然後台北市規定1000 然後那個桃園縣規定800 但是這些規定呢 就是大法官都覺得沒有違反憲法中央 跟地方權限劃分的原則 也沒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跟比例原則 只是你還是要去觀察說 這個自治團體如果你規定這樣子的距離的話 你要看一下客觀的環境跟效果 會不會導致它實質上不可能設立任何的電子遊戲場 如果你規定的這個1000公尺 你一定要離幼稚園國民中小學高中 公職校醫院圖書館1000公尺以上 然後這個規定下去之後 你發現你的同心園再怎麼畫 怎麼畫 這個地方這個台北市或是這個桃園縣 就不可能有個地方是可以讓你經營電子遊戲場 那這個可能就有點違反比例原則 因為這個效果是導致實質上它哪裡都不能做 好那這個限制可能就太多 所以他才跟你說你還是要配合一下客觀環境跟規範效果的變遷 隨時檢討做一個合理的調整 以免產生實質阻絕的效果 這個是這個實質要講的 但這個實質除了講的之外 他也是強調地方自治 地方制度法是可以讓地方自治團體 就他的自治事項或以法律及上期規範的授權 去用自治條例的方式規範人民的權利跟義務 在第6頁的地方 上面有一個粗體字 好但是他也跟你說這個自治條例 你用自治條例規範居民的權利義務 內容一樣是不可以抵觸 憲法有關重要與地方權限的劃分 然後也不可以抵觸法律保留原則 然後不可以抵觸比例原則 所以依法就是所有的 就是行政法上的原理原則都是相同的 沒有問題 不會因為你是自治條例或是你是中央法律 而有什麼改變 好我們來看最下面的粗體字就好 喔好所以對沒有錯 一般的電子就是中央規定的電子遊戲 場業管理條例他是講 要離剛剛那些地方50公尺以上 好那大法官覺得這個是法律 為保留地方因地質疑的空間所設的最低標準 他的意思就是說至少要50公尺 但他並沒有禁止 就是直轄式跟縣市 你用自治條例的方式 保持一個更長的距離 50是低標最少要50 但是如果你地方決定要60 70 80 100 他也沒有禁止你這麼做 好所以 因為細徵規定234就是剛剛那些縣市 所謂的這些1998 比較嚴格的規定 並不認為是去搶了中央的權限 所以他說 難為與中央跟地方權限劃分的原則有違 當然他是對人民營業自由所增加的限制沒有錯 可是他並沒有一個地方制度法概括授權的範圍 因為這個是地方自治概括授權給你可以管理的事情 所以也沒有抵觸法律保留原則 如果之後題目考的是中央跟地方權限劃分的問題 那這一題這個市值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那個50公尺以上還是50公尺以下 這個是之前討論的很激烈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因為代表官司司司跟你說 沒有沒有違反 你50公尺以上之後的 51、52、53到1999 他都覺得你沒有去 就是違反中央跟地方權限的劃分 當然你還是要去考慮有沒有失之阻絕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在台北市 蠻有可能失之阻絕的 因為人口密度很高 所以 可能 國中、國小、高中、職校、醫院這種東西 可能都在1000公尺內你都可以碰到一間 那這樣子同性人劃起來 你應該真的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讓你開電子遊戲場 因為你就是要開的時候就發現 左邊有學校、右邊有 左邊有高中、右邊有小學 然後在過去500公尺有醫院這樣 你可能怎麼開都開不起來 那可能就有失之阻絕的問題 好這個是這兩個失之是在用 用在第一大題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 跟第二大題有關的失字 784跟684 好我們先看784 這兩個失字其實真的很常考 就是在大學失字這個主題裡面 好 784的解釋文這個已經重要到我覺得 就是大家最好可以就直接背起來 就是 各級學校的學生只要認為自己的權利 有因為學校的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 遭受侵害的時候 只要不是不管是什麼處犯 也不用是退學或類似這麼嚴重的處犯 為什麼呢? 因為38號跟你說 本來只有退學或是類似的處分 因為侵害了學生的受教權 所以你可以去提 但是也不一定要侵害受教權 有可能什麼權利都會被侵害 好 李游書就跟你說 基於有權利及有救濟的憲法原則 人民權利遭受侵害的時候 就是應該要給予一個救濟的機會 不可以因為他的身份不統計與波多 再講的身份不同就是他是學生 所以如果今天是學生 我的財產權被學校侵害 我就不能去提起行政徵送嗎? 不當然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認為這跟身份無關 只跟這個東西是不是法律賦予你的權利是有關係的 所以 細生解釋應有變更 就是386號解釋應該變更的意思 畫出體字的地方其實幾乎就是解釋文 所以就 剛剛看過我們就可以跳過 但是我們要看下面那一段 制學校基於就是出體字的下面那一段 制學校基於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 對學生所為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利措施 例如學習評量其他管理 這個其他管理你可以畫起來 然後連接到第二大題第二小題講的那個車輛管理辦法 是否侵害學生之權利 則仍需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依個案具體判斷 所以如果今天內體考你的不是如何提起救濟 他考你的就是我題有無理由 如果他今天不是考說要怎麼救濟 而是考你說這個救濟有無理由的話 這一段就很重要 因為這一段就跟你說他到底有沒有侵害學生的權利 你還是要個案去判斷 然後由因整體考量學校所採取之措施的目的性質 及干預程度如顯屬干預的輕微的話 就很難說有構成權利的侵害 對譬如說老師今天因為我很吵 老師叫我去學教師後面罰站 站了30分鐘 那如果我去提起行政徵送的話 這樣子 這干預是不是輕微 這個大家可以想一下 或者是前面那一題叫我繳罰金 叫我繳罰還 罰款是不是輕微 這個就是如果是考試之上救濟有無理由的話 又即使構成權利之侵害學生得具提出行政徵送請求救濟 但是教師及學校的教育或管理措施 仍有其專業判斷余地圈強 因為有他的專業判斷余地 所以就算你提出行政徵送 法院跟其他徵送機關還是應該給予較高的尊重 那既然給予較高的尊重十十八九都會駁回 就會覺得說這應該是合理的 這是學校為了他的管理 為了他的就是教育目的等等所謂的措施 雖然對你可能有一些輕微的干預 但是呢 就是覺得說就是在判斷余地的想法之下 不應該認為說就是要去撤銷它 這個是四字七八四 最後一個是四字六八四 六八四字是特別匡在大學 所以如果有提到跟就是大學有關的話 六八四一定要寫 七八四也要寫 只是七八四是因為不限嘛 就是什麼小學、中學、大學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有講到大學 那六八四就是因為他就是專門講大學 所以這個四字也很重要 好 他解釋文說 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案目的 或維持學校秩序 對學生所謂的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利措施 如侵害學生受教權或其他基本權利 即使非退學或類似處分 還是本於有權利及有就職的意志 可以讓學生去提起行政徵送五特別限制是必要 所以在這裡他變更了三八二限制大學生的部分 走到七八四 七八四又直接變更了三八二限制所有學生的部分 那就變成說都不限制 那你會發現六八四跟七八四他們其實講的內容 至少在解釋文的部分講的內容很像 只是一個有框在大學 一個並沒有特別限制大學而已 所以如果有提到大學你一定要講到說大學為了實現研究學術培育人才 或是這些教育目的維持學校秩序 他們是有一定的大學自治的權利的 然後再去提說 當然這些公權利措施如果對學生有什麼侵害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提出行政徵送 而且尤其提出行政徵送之後 要怎麼樣去判斷 六八四跟七八四都有跟你說 你看六八四看最後三行 受理行政徵送之機關審理大學學生提起行政徵送的事件 亦因本於維護大學自治 還是強調大學自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維護大學自治的原則 對大學之專業判斷與適度的尊重 這邊就是因為整篇都在講大學 所以他全部都加上大學大學大學 那七八四因為他不現在大學 所以他就只有單純的跟你說 老師跟學校的教育管理措施 你都有他的專業判斷餘地你要尊重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都要尊重 除非有很明顯違法不適當 就是違法或不當的地方 不然法院都會尊重 所以就是大概就是駁回的機率比較高 好但這無礙於你可以提出行政徵送 就是你還這個究竟的門是沒有關起來 就是你的結果不見得會就是 就是提起徵送的人想要的結果這樣子而已 好這兩題大概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如果緊接著就要考 就是接下來考試的話呢 就是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解題的時候 一樣就是先一定要注意時間 然後看一下他的配分 決定你大概要寫多少 然後不要寫得太開心 把你時間都用在你覺得非常有把握的題目上面 然後比較沒有把握的你就只寫一點點 不可以這樣就是一定要就算沒有很有把握 你也一定要至少把就是最基本的解題架構寫出來 然後再盡量去把內容填上去 好今天講座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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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